早上8點15分 班主任發來消息 消息發來了 成績已經出來了 這麼刺激 我去通知小月 主打一個措手不及 小月 成績出來了 請問考成績出來了 刺激不刺激 8點多了 我不想知道 我一定要告訴你 不要 幹嘛啦 遲早都要面對的呀 小月 我跟你說呀 你自己預估一下 自己考的怎麼樣 430吧 430啊 高估了吧 為什麼平時考試要兩天 出成績 為什麼現在只要一天 對呀 就是讓你們考完以後 不能太爽 只能放一天假 好了 今天就開始 面對現實吧 爸爸過來一下 報分數啊 來了啊 下次你啊 嗯 語文88分 還可以啊 語文88 有點實力感 這好像這學是考到最高的一次啊 接下來數學 數學91 自己也沒想到 還可以還可以 比我預算的高 對呀 我也以為你這次數學們也好不到哪裏去 上次月考也考八二幾分是吧 還行還行上九十了 然後下一文 英語也是91 哎呀同步 英語比我想象的好 對吧 上一次月考八二幾分 這次也是81 甚至少有進步啊 嗯 接下來 科學95 科學95高 我就知道你顧算錯誤 你還說自己只扣一分 不過95應該已經算蠻高了 不錯不錯 下一文 那是道法88 道法88算好嗎 應該還可以啊 好吧 應該不算差的 嗯88 行吧 聽上去挺吉利的啊 發發 那也就是說我們 我們課最差 也是88了 哦 有三文90分以上 還可以嗎 還滿意嗎 嗯 這樣平均算下來 每門90分以上 你看小二 好像眼睛也腫了 聽一下排名 老實發的 翻起第十 年級63 離我們目標年級前50 就是還有一點距離 但是嗯 媽媽沒有不開心 還是滿意的 因為比之前都進步了一點點 對吧 嗯 以前最高是60幾秒 66 哦現在63 嗯 爸爸說你這是歸宿進步 反正沒退步 嗯 就進得很慢慢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半年級繼續 一點點歸宿也行吧 我也能接受 好吧 爭取進到前50 嗯 在跟同學聊天啊 嗯 還是很激動 嗯 哈哈哈哈 你們都聊什麼 聊成績 就班裡的同學互相打聽 在這兒考幾分 哈哈哈哈 好了 我們吃飯啦 這是我們的中飯 打聽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也說不算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